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不知道為什麼 意外可以跟他聊很多有的沒的 我們兩個就是會在捷運站的出口 然後在那邊聊一個下午 然後他就在跟我說 什麼演戲觀察路人 怎麼樣怎麼樣就跟我講見 然後我們就可以耗 你知道兩個臭男生 所以這次在遇到的時候 我就很想看看 這些年小月有沒有變得不一樣 結果 差不多 結果還是差不多 他就是那種會開拍前 就在那邊發聲 就是那種 然後在現場 劇組現場 然後不然就突然在那邊打坐 然後吃素 然後一直在說 吃素比較不會累 然後自己一直在吃 就一下就餓 然後又解釋說 沒有啦 因為吃素真的比較容易餓 然後就在那邊偷吃東西 你要反駁一下嗎 還是有什麼 要他的量要爆一下 無言 沒有 反正就是跟舒爾在一起 就是一見如故啊 我覺得 然後我覺得隔了這麼多年 我們從高中生那時候演 然後現在大學生 大學同學也可以一起 我覺得你知道這份 這份情感我覺得是 是滿真實的啦 對我來說 那 確實那時候拍攝現場 我必須要說這部戲 你真的蠻辛苦的 很多就是 就是夜外的風吹一打 因為你的很多戲 就是戲要 偷偷摸摸啊 然後要跟蹤啊 然後這是什麼啊 然後要計畫啊 所以 所以那個場景都比較 都比較苛刻我覺得 但是就是 就是 我剛剛 你剛剛講到 就是 過去還是什麼 有一個美好的回憶 我真的覺得這部電影真的 我希望我們可以把那時候拍到 拍到 我們自己 所體會的事情 希望可以從 在螢幕上呈現給大家看 因為真的 真的有很多事情是 是還滿真實的 然後包括那時候 閻熙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拍 屋頂上有一場戲 嗯 就三個人在那邊轉 對啊 就那一場 反正閻熙就是很動融 然後他就很 很自然地流下了很多很多眼淚 然後他就是說 他就是 快拍完 那時候快拍完了 但是他就 他就 他就分享說 就是他的眼淚 真的是為我們在流 然後我覺得真的很 很開心 我們那時候 在加拿大先拍 然後最後殺青那一天 他說他很久沒有這樣 就是我們不是去一條 就是酒吧街 然後就一家店 真的喔 就大家就 一人一杯下 然後這樣走一條街 我其實也完全沒有這種感覺過 然後 然後 演戲好像也說他好像是很久沒有還什麼之類 反正就是 拍完加拿大感情片超好 然後 電影剛剛預告有一幕 就我們背著吉他在那邊喊什麼 以後要怎麼樣怎麼樣 就那一場戲 就是我們三個在拍台灣的部分 所以就突然 就大家都超有感覺 然後演戲就開始狂哭 就是這部電影 在我們現在自己在看的時候 其實還是 哇 這還蠻感動的 對 那剛剛有提到說好 說好有很多部分都蠻困難 你有沒有覺得最困難是哪個部分 我講真的 最困難的部分 真的是我看到他們兩個過太爽 沒有沒有我真的不是開玩笑認真 我知道 那個困難是 那個困難是就是 一樣都去那邊拍一個月 他們真的一個禮拜放三天假 那很誇張 那比上班族還誇張欸 然後 對 然後 然後他們還一天到晚嗆我說 我們那時候你們去看什麼電影 也是一個大片 他們去看小丑 他們去看小丑 他們在那邊看小丑 然後跟我說 欸為什麼你們都不來跟我們看啊 我還說我明天早上六點起床 你明天放假 就是 那種東西是 我可能有些時候真的到現場 我要需要調整一下心情 因為感情後來已經蠻好 然後 我有些時候也會直接在他們面前抗爭 就不用演啊 就是真的就是來 喔對 就不用演啊 對 那真的是最困難的 那因為其他那種難 大家看電影其實大概就知道 真心話欸